康乃轻是代表母亲温柔的爱护和接纳 但是有弱的康乃轻又可以抵受多少风雨的侵杂呢? 《欣语之声》制作一套四辑的《风雨众的康乃轻》电视节目 以四个母亲的经历 和你见证生命的坚毅、母爱的伟大 欢迎各界以捐献形式撒取 预订请电18003520053 或者浏览《欣语之声》的网页www.sobm.org 这些都是一直捆绑着很多人的枷锁 当中可能包括我们所相识和关心的人 他们每天面对诱惑和挣扎 《欣语之声》制作《生命的刺客》影带系列 以四个真实个案 与你分享脱离心灵枷锁 活得更精彩的秘诀 欢迎各界以捐献形式索取 预订请电18003520053 或浏览《欣语之声》网页www.sobem.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申请电18003520053 或浏览《欣语之声》网页 我还小的时候呢 就已经到了外国去念书 念到了中三 白字连篇 很多错漏的地方 我那个时候呢 有一点天真 我不知道原来是那么新 如果我能幸运的回了本 就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不幸的话呢 我以前学过吉他 弹奏一些很简单的和弦 连那套器材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 只知道那个麦克风 是连在电脑里面 如何从影像 如何从油画摆设方面呢 去表达那基督徒的一些信念 让人感到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好的 是美的 我想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不服输的人 然后呢 麦克风的声音呢 就进入了模拟制式啊 那么变成数码 在输进电脑里 在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副微型的组合 是合成器啊 是模拟声音用的 例如呢 我们想用一些很特别的乐器啊 中国乐器啊 印度乐器啊 其实都可以模拟得到 这幅挂在录音室的照片 就是标志着 Climate音乐梦的开始 这幅呢 就是我们初期 在我住的大厦里面的时候呢 我在书房里面录音的情况啊 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们所弹的电子琴 很多音带都是从这台琴奏出来的 这是吉他 这里有一张沙发 很多时候呢 弟兄姐妹都坐在这里等啊 我们有一支麦克风 其实应该有两支啊 我们在那里唱啊 那么及时呢 就录到电脑里 及时混音 随着就造成第二条声带 那个时候啊 是相当的吃力的 唐子铭是基督教音乐团体 宋恩旋律的创办人 由作曲填词 编曲 以至光碟的制作 Climate都有份参与 一个全面的音乐人 竟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 其实呢 我是没有受过什么音乐的训练 我以前一直学过吉他啦 弹一些很简单的和弦啊 弹一些名歌啊 比如说Today啊等等 马马虎虎啦 但是我很喜欢听歌 我很小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喜欢听一些不同类型的歌 从小呢 就有许多的旋律在脑海之中 我想呢 在我做成一首歌之前呢 我已经有许多的旋律在脑里了 常常呢 就自己把歌哼出来 我正式写的第一首歌呢 是为教会而写的啊 那么 我觉得呢 教会里面的人呢 这个容忍程度啊 好像是比较大一点啊 那么你写的差一点呢 他们也没有很大的批评 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就写了一首两首歌 发觉教会里面的人呢 那反应不错 有些人事后呢 也表示啊 很受感动 受影响 那个时候呢 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继续地写下去 就是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的 我记得开始写的第一首歌啊 叫做《至爱的回响》 是我在教会里面 比较主要的一首歌 《至爱的回响》 在求学时期 唐子民已经是一位 充满梦想的年轻人 他的志愿是以西方的药理学 去验证中药的疗效 但是当他在攻读硕士的时候 发觉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很 大 念书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药理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里面有很多工作啊 表面上没什么意义 可能只是为了得到 多一些基金去做的啊 那是一般的情况了 但是对我的情况而言呢 我比较失望 我那个时候就想啊 我应不应该继续念下去呢 因为已经有人说 我可以继续念博士 我能到别的实验室去做事 我那个时候的决定就是啊 连我念学士在内 那么我就不希望啊 那么为了六年的时间呢 压惨我的医生 我不希望呢 让那六年把我余下的几十年给困死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决定 如果不要再做这些的时候呢 我就要决断一点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呢 因为我念神学院的时候 已经开始修科了 所以呢 我念完之后 我就修读多一点的神学啊 开始寻找关于写作的这些门路 写作是唐子明另一个梦想 他很希望以文字 跟别人分享基督教信仰 在写作全没有背景的Client 如何为自己的写作梦来铺路呢 对我来说呢 写书是比较困难的事 因为我还小的时候呢 就已经到了外国念书 那么念到了中三 而中三的时候成绩也不好 但是呢 我很喜欢阅读中文书 所以呢 我的中文程度也有一定的水平啊 但是呢 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得那么差 直到我回到香港做事啊 那么我在天道书楼呢 做过一段短的时间 我还记得当时我去应征啊 他们要我翻译一篇文章 就是当场翻译的 我翻译之后交给他们呢 后来他们就聘用了我 后来结识了他们的编辑 因为那些编辑已经是我的同事 他们告诉我呢 原来我出来的时候 那一篇翻译非常差的 全是呢 白字连篇 很多错漏的地方啊 我才知道我原来那么差了 但是呢 当时呢 我有神学的基础啊 念了一些神学课程 那么他们就录取我了 唐子明在基督教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 不单提升了他的中文修养 也帮助他确实他自己的写作方向 当我做编辑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啊 其实我的意愿呢 都是想写文章给别人看 我有很多的意念啊 思维啊 是我想说的 我那个时候呢 就返回加拿大 我多一点去进修神学啊 那么开始写书了 我好欣赏Client在做词作曲的 那个天分还有才华哦 可能他就是认为 他对音乐没有足够专业的训练 但是呢 在当中他却给我好多好多新的 新的体会 无论是表达的方式啦 或者是他会尝试用歌剧啦 或者跳舞的方式啊 去表达我们希望表达的这个讯息 99年呢 我们教会举办了一个福音营 那一次呢 我突然兴起一个意念啊 去做一个歌剧 很大规模的啊 有六首歌 包括动作啊 台词啊 跟歌曲啊 那么我做完那一次之后呢 许多朋友都感到很好 不如呢 我们外面去找一个教会啊 那么另外一个场合 再做一个歌剧 试一下 是不是还有人喜欢 那就进行了 在开始进行练习的时候呢 感到既然要做呢 那些歌曲也蛮不错嘛 那么倒不如把它录起来 试一下能不能卖 那我们就去录音 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录音室 又没有场地 又没有器材 那么我就请了他们到我们家里面 利用一支很便宜的麦克风啊 大概一百多块钱 那个麦克风啊 直地插到一个地步啊 外面的电话响起来都受不到声音 我想呢 宋恩旋律的事工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 呃 一步一步的开始 啊 全世众变改 人尊眼不在 唯一可靠近 是神那 行狗的大爱 从创造时代 而生到万载 没有可以提代你 金虎永远是你 万世不会定 赞助你 我记得呢 我第一个很强写书的这个意念呢 是如何把基督教呢 告诉一些没有信的朋友 一开始写书的时候呢 就发现困难是写书需要许多时间 白话基督教呢 有九段章节 我想不断渐渐的逐步推进 去描述呢 如何要信耶稣 一路写的时候呢 有时候写错了 我就会重写 有时候因为我觉得一些不好的例子 我会改 有时候听别人的意见呢 做出不同的修改 那么越写越长 本来计划是花两三个月时间 最后呢 就差不多写了一年 白话基督教呢 很深入浅出的 解答了我许多的问题 那个时候呢 我刚刚信主啊 很直接 有很多的问题呢 我一看之下呢 就觉得那是我要问的问题了 这本书呢 就很快的 可以说为我做了解答了 书本里谈到罪的问题呢 我相信许多没信的朋友呢 都感到颇为挣扎 因为他们觉得没做错事 也没杀人放火 对家里又好 为什么你们做基督徒的 硬要说我是个罪人 有罪呢 我这本书呢 尝试告诉他呢 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是对 以为是黑白分明的 有些情况呢 其实也有灰色地带 比如杀人 一般以为呢 每个地方杀人都是错的 也要坐牢 都是应该受罚的 但是如果你到约达那里去呢 其实不一样的 他们那里有一些换作 honor killing 一种有尊严的杀戮 那么怎么样的模样呢 如果你觉得家里面有女性 做了一些令家里蒙羞的事情 你就有权杀死她 警察都不能把你拘捕 从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 其实就算呢 我们人类觉得很错 或者很对的事情呢 到了不同的背景 许多的文化 许多的传统呢 都不一样 那么如果呢 我们用这个观念去引申 譬如呢 我们的一生呢 如果是由一位永善的神 一个权不容做错事 不容有罪恶的神去看我们 我们能不能那么够胆地去说 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不惊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 自己全没犯错呢 除了写作之外 唐子明也创办了出版社 推广自己的著作 进一步实现他的出版梦 那个时候呢 完全没有人认识我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学历 我写完之后呢 还要拿着书本 那个时候呢 印刷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懂 我还要写信问人 要到香港去印刷 那么我要去香港 拿着书本到不同的出版社去推销 还没开始卖呢 到了开始卖的时候呢 才发现原来那么慢 我们普遍每次的演出之后 观众们的反应都算是很不错 可能呢 我们沿用的方式不同了 所以呢 就让他们的感觉很新鲜 而那些歌词啊 可能我们都是写得很细腻 所以让他们会有好多好多的想象 思想 还有想象空间 还有令他们有很深刻的印象 没有完的故事的剧名呢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呢 已经复活 所以呢 其实仍然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我相信他在天上呢 仍然活着 所以他的故事其实仍然在延续 他死而复活 今天仍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Client这些灵感啊 等各方面都是来自他那么多年 信仰的背景啊 看到他一直的上教会去 之后呢 他也会去念神学 令他啊 对这个信仰有更深的认识 本身呢 我自己从小就是基督徒啊 对我来说呢 许多事情也是顺理成章 比如上教会啊 祈祷啊 当然呢 到我一路成长的时候呢 我对这个宗教的理解呢 有不同 我认识多了一些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 怀疑过这位神的存在 所以呢 变成我自己 当我人生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 我觉得 如果这一位神是真实的存在 他真的爱我们 他对我们也有要求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呢 应该把这种情况反映出来 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 可以反映这种情况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呢 也是影响我自己最深的 就是哥林多后书 他说到 基督为了众人死 众人都死了 现在活着的呢 不再是我们了 是那位死而活着的基督 当我念完 药理硕士之后呢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我的前路将究竟会如何 但是呢 我知道如果我要多做一些 关于基督教音乐啊 文字上的事情啊 我就需要去呢 装备进修 所以我就去念神学 那个时候别人问我 希望有些什么实际的行动 是否念完两年之后 会去哪里呢 我是说不出来 我们不是说人生 就是这样漫无目的 全部计划 我也有计划的 但我觉得在人生 某一个阶段呢 当你不能全部计划 下来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只纯粹的 看着金钱 看着是不是能够成功 看着能不能够安稳的 去做决定 如果你的信仰 是那么的真实啊 你相信这位 神是真的话呢 你一定要take一些risk 你一定要冒一个险 对我来说 就是这样了 黄夫人将向高门下脚触 愿不为他今宴会受拒纵 愿意法师日夜间哀悼 走曾建成主地门路 如书人生与悔罪无行中 从他却领会四方和交送 神话与终应许的能够 以后相信几个年收 基督教出版本身的利润很少 比如写一本书啊 你可能花上几个月 一整年的时间去写 你能够回本呢 其实都算是成功的了 如果回本是你的目标啊 你在写书的时间将如何维生呢 我那个时候呢 就有点天真 我不知道原来是那么辛苦的 我有家人啊 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 我怎么样维生呢 我就要踏实的去面对 在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不打算全时间去做出版事业 我要想一些什么方法 让我可以一方面维持我的写作啊 那么另外一方面可以挣到收入 那么我发觉原来在加拿大呢 你可以去考一个翻译执照啊 我就很放胆的去考了一个翻译的执照 我真的合格了 我就拿到那个叫做 A Certified Translator的执照 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我当上了翻译 其实我做了差不多六七年呢 现在呢 我除了做翻译之外啊 那么我还做排版 我自己懂得做排版 用不同的软件呢 去做排版啊 那么有时候会替人做网址啊 其实呢 各方面呢 也是自学的 我想呢 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不服输的人 我常常看到一些 我不懂的事物啊 我就会感觉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得到吧 譬如我开始录音的时候 做得不好 我就会到网上去看 许多不同的书本 如果说是回顾一下 在六年药理学当中 所念的两年硕士啊 虽然呢 好像已经 蜘蛛脑后了 那么 但是现在回顾一下 其实那几年的训练很重要的 尤其是最后的两年 当我做研究工作的时候 因为做研究本身 就是学习的技巧 你要多看一点书 你要独自去做事 我有点觉得哈 如果我 愿意用心跟花时间 其实有很多事情呢 我可以探讨更多 当然不是每一样事情都学的会 那么许多时候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需要找人去教导 通常受教导之后 你知道的方法之后 许多事情 我自己花时间去改进我自己 凭着永不言败和好学不倦的心态 唐子明在2000年创办王者文化 将他的梦想拓展到文化的领域 为什么我想开始王者文化呢 其实是从 想从一个普及文化的角度啊 去述说基督教的教义 或者一些价值观 主流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 许多的信仰 其实呢 他有许多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啊 比如说艺术啊 歌曲啊 许多的影像等等啊 那么基督教呢 在这方面虽然也有人做 但是呢 我想在相比之下呢 比较少一点 基督教失去了许多的据点 他不可以跟外面去抗衡 我就计划了呢 一个组织啊 那么有资源跟系统的 就是如何从影像啊 如何从图画油画摆设等等的里面呢 去表达基督徒的一些信念 让人感到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好的 或者是美的 那就能够令别人受到吸引 而不再那么抗拒 所以呢 我就创办了王者文化机构 除了视觉艺术跟音乐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组合啊 比如说我们有舞蹈啊 我们有儿童音乐事工啊 我们有小型的队伍去负责拍摄啊 那么尝试一下制作一些拍摄的作品啊 Music TV等等 其实呢 宋恩旋律或者整个王者文化里面呢 真的很专业的人才不是太多 只可以占少数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透过鼓励信心 他们能够做比他们想象中更大的事 当然了其中我们透过许多的祷告啊 去支持他们 但是我相信的是呢 对我来说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呢 弟兄姐妹 其实有很多恩赐跟天分 需要我们去发掘 当你提供足够的鼓励 有足够的地方 去发展的时候呢 他们就做得到 唱歌方面啊 他给我好多好多的鼓励 其实啊 自己啊 唱歌也不算说很棒啊 那好多时候呢 如果没有信心啊 就做得更差劲 不能把水准发挥出来 如果你问我 宋恩旋律跟王者文化 为什么会跟我那么心那么紧贴呢 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来说呢 我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也没有什么名堂啊 如果你问哪一个地方 会聘用一位既没有学历 又没有名堂 又不懂得乐理 弹琴 唱歌 又不动听的人呢 有没有人聘用他去做音乐呢 我相信没有 我的歌 所以能够让不同的人 听得到啊 无论是信 或是没信 那么我的歌剧呢 能让那么多人看得到 受得感动 我觉得呢 是取决于 因为有宋恩旋律事故的存在 所以我成立王者文化的原因是 我有这个事工 你来 我不会问你 你在这方面念了多少年 我不会问你在外面有多少的经验 我只要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意向 你是不是有把握能够做到这个事工 我唯一要求的就是你的心智 有想做的心智 你又愿意去付出 跟一群弟兄姐妹去同工的时候 你我觉得可行的话呢 我就给你机会 无论你希望去收奉献也好 你希望到网上去做推广 我就给你机会做 唐子民不单自己拥有梦想 他也建构王者文化这个平台 让其他人跟他一起造梦 但是一群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基督徒 要投入一个要求卓越的普及文化圈 Climate是如何定位呢 有没有人对我们的创作制作感到不够水准呢 其实一直都有 从来都有 我自己的概念是呢 只要我们每一次都有进步 而每一次都能够做到 自己希望尝试做到的 我就感到呢 自己其实已经实现了某个目的了 当中的自信心跟分辨能力很重要 一方面呢 要不亢不卑 另一方面呢 你不会很骄傲 但另一方面呢 你常常自卑 感觉做得不好 你就不能够达到事工的进步 在一个比较专业的心态之下呢 我会感到我需要做得更好一点 我们有好的题材 我们有好的内涵 我们有好的信仰 信息 但我们要配合一些好的媒介 好的方法 让外面的人呢 可以看到基督教呢 原来不单单只说一些天堂地狱啊 原来他们在各方面呢 其实也能做得那么出色 我相信这个事件呢 真的有创造 真的有爱我们的主 所以我变成 当我决定找一份挣钱少一点的工作 或者放下我的事业去做这个 我不会觉得呢 是一个很大的放弃啊 或者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只是感到呢 你花时间为这位真实的神去活 是有意义的 感于造梦的唐子民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令他的生活充满朝气和使命感 克莱门的故事 是否令你对追寻理想 有更深的体会呢 恩语之声国际性的播放网络 每个地区都有电话热线服务 欢迎你现在就打电话上来 跟我们谈一下 或者你可以上网 www.sobem.org留言 愿神四福给你 神似共亦满切天与美中 让我生死拥补你的空 唐人赞你 以果然我活在场空 无惧世界里奉全浪涌 在你天空 明朗安康不幸违入有你 为不世代赞你 唯独有你 唯独有你 唯独世代赞你 唯独有你 唯独世代赞你 天空 海外